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蒙古人的传统是以战功功绩公平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公平是很难维持的分配财产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被称为成吉思汗王国的四根基柱 最终成吉思汗授予他们每人一个王国称他们为四曲律 于思勉中国民族史说 太宗所得者为乃王就地 茶和台所到者为西辽九地 初智所得者为花辣子摩交地 而管辖成吉思汗中央乌鲁斯之人则是幼子托雷 有权力就有争斗 蒙古人也是如此 最初的团结很快被内部争斗所取代 忽必烈与阿里布格争夺蒙古大韩之位以及海都之乱时 茶和台韩国便开始自说自话 数次韩国远离蒙古 随即便一步步走向独立发展 最终演变成了清茶汉 国忽必烈为了争取具有波斯 阿拉伯诸地的宗王序列物的支持 又把阿姆和以西地区授予序列物自主 产生了一个新的分国 伊利韩国 所以历史界公认蒙古大帝国的分裂 就是在阿里布格和忽必烈时代 也就是在这个时代 窝阔台后裔成了这场大分裂的首个示异者 托雷后裔蒙哥 将窝阔台的分地分成了数块十块 分别授予窝阔台的数个后裔 最大程度的削弱 联合在一起的窝阔台后裔的力量 到了忽必烈时期 窝阔台的后裔海都便发动了数十年的战乱 直到最终战败灭亡 展开全门 而后来继承托雷封地的阿里布格 与忽必烈争认蒙古大寒石失败 只能投降 所以他所继承的封地 因此受元朝领北行省所管辖 于是第一期四大韩国终结 这里便出现了元氏祖呼壁列时代的第二期四大韩国 金藏韩国 茶河台韩国 伊利韩国语言大汉韩国 其中金藏韩国是拔洞 在其父亲树施的封地基础之上建立的东西俄尔齐斯河 西至多瑙河 南起高加索山 北到北极圈附近 对于东欧各公国享有宗主权 包含罗斯公国 罗斯公国是俄罗斯国家的雏形 是于为何叫金藏韩国 是因为拔洞的大帐使用金顶 金藏韩国的特点 是浮原辽阔 居民成分复杂 社会发展水平不一 由于统治民族蒙古人占少数 因此 他们逐渐突厥化 加上伊斯兰教在福尔加河下游广泛传播 以至于成为金藏韩国国教 蒙古牧民也逐渐伊斯兰化 最终四分五裂 彻底消失 伊利韩国则源于一二五三年的蒙古西征 当阿里布格与忽必烈尊位之际 忽必烈便授权给西路军的序列武 将波斯 阿拉伯地区授其做主 伊利韩国由此成立 当然 这个韩国也很快伊斯兰化并衰微分裂 甚至废除大汉称号 而改称苏丹 最终是在1388年为铁木尔帝国所灭 也就是说 当明朝 达的元朝北千草原走向灭亡之际 西方的伊利韩国 也被铁木尔帝国所灭 元国阔台韩国 则早被元朝 茶河台韩国及清茶韩国三方削弱 瓜分 而铁木尔帝国 则先后吞并西茶河台韩国 大败东茶河台韩国 兼并伊利韩国 挫败清茶韩国 升勤奥斯曼图尔齐帝国苏丹 下一个目标便是征服民国 永乐二年 据说铁木尔曾领兵出发功名 待人算不如天算 中途病死 大军只能习归 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元朝灭亡 无人救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